下面我们就看历代至下 我们要从第一章讲起 所罗门蒙上帝很大的祝福 他非常的富裕 第一章就讲到说 他的国位坚固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胜为尊大 他献了非常多的烦祭给耶和华 然后耶和华就跟他显现说 你愿意我赐你什么 所罗门求得非常好 他先对神说 你使我接续我父做王 这是你的恩典 请你成全 你向我父所应许的话 然后我要接续做王 我没有智慧 我怎么管理他们呢 求你赐给我智慧 那所罗门这样求 当然让上帝非常高兴 说不仅赐给你智慧 其他的丰富也都赐给你 然后我们看到 所罗门就要定义为耶和华建殿 这是很庞大的工作 神给他不仅是材料 也给他工匠帮忙的人建殿 在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向他赴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所指定的地方 当店完工了 约会抬进去了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祷告 就是所罗门为百姓的祝福 这个所罗门的祷告 你看啊 第五章的第十四节 那个时候耶和华进到殿里 因为充满了云雾嘛 云雾一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耶和华出现了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共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满了神的殿 六章三节 他就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 他应该就是面向着耶和华 再转向百姓 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 站在耶和华坛前举起手来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十三节 当着以色列的会众 跪下向天举手 哎呀 我就想他很激动啊 所以 一下向上帝祷告 一下转过身来 祝福百姓 一下跪下来 一下又举起手来 这祷告呢 先要说 你是什么样的神 第六章十四节以后 你是天上地下 没有可以比的 你是独一的真神 然后这位独一的真神 向我们又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又曾经应许 如果我们怎么样 你就不断地让大卫的子孙 做以色列的国位 好 这是 讲一下自己的身份 讲一下你是什么样的神 然后跟这个圣殿的关系是什么 十八节 这是太好了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 那么圣经里面 似乎给我们一个印象 耶和华就坐在那个基督伯上面 就在约会那里 然后把他抬到至圣所 神怎么可能会住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呢 但是象征性的 其实也有实质性的 神就跟我们在一起 这是太棒的事情了 那但是实在也要提醒你 圣殿 教会 是干什么的 是教主学的 没错 是大家一起敬拜赞美主的 也没有错 如果我们就所罗门献殿的时候 这个祷告 圣殿教会 就是万民祷告的殿 我们去教会是祷告的 是向上帝述说的 而且是大家一起去的 教会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然后在祷告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重的一个部分 就是认罪 二十一节 向此处祈祷的时候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 垂听 垂听而赦免 他不是说在这个殿里祷告 是什么 向此处祷告 二十一节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 向此处祷告 然后 如果 他们被你处罚了 他们打败仗了 他们甚至被掳到外邦去了 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 第三四节 向你所选择的臣 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里祷告 向这里祷告 你记得单一礼吗 单一礼就是把窗户打开 向耶路撒冷祷告 神无所不在 我们哪个方向祷告都可以 但是 圣经上说 向这个祷告 给我们一种说 神真的很具体在一个地方的意思 我们 在殿里祷告 我们向这个殿祷告 并不是迷信这个殿 这个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 这个殿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 你看 二十三节 求你从天上垂听 判断你仆人 定恶人有罪 定义人有礼 圣殿是一个审判的地方 然后 一定也是教导的地方 如果你要学习 知道上帝的律法 另外 其他的都是在讲到祷告 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不在你的圣殿里面 向着这个圣殿祷告 就是心向着你 也求你垂听 甚至三十八节 他们若在 鲁道之地 尽心尽性 归服你 又向自己的地 和这个城 和这个殿祷告 求你垂听 不是强调那个地理的重要性 不是强调神的同在 是非常真实的 神要祂的儿女都知道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向着这个殿祷告 神都喜悦 这里 所罗门祷告的重点 我也提一下 这非常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充满殿 然后他们在那里献祭 献了多少的牛羊 耶和华就再跟 所罗门讲了 我听了你的祷告 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要小心 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小心 不要得罪上帝 不要越走越远 远到了一个地步 会怎么样呢 第七章的二十一节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人 必然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地 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为此地人 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我看到任何人 家庭 教会 离弃了上帝 就想到这句话 一切的灾祸 就会临到 很遗憾 所罗门也不能够完全 幸免这个事 虽然所罗门 一再经历神的恩典 神也一再警告 前车之间那么多 怎么我们都常常学不会呢 很可惜 在第九章讲到 四八女王也来看 所罗门的荣耀 他看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 他也被吸引 神不守舍 可是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你的仆人最幸福的是什么 第九章第七节 你的仆人常势力在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哎呀 你的仆人有福的 不是这么排场这么大 你的仆人有福的是 他们可以听你的智慧的话 所以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 南方女王就是四八女王 要审判这个世代 你知道 他不远千里要来听智慧的话 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你们倒不听 那就真是很重的刑罚了 所罗门智慧聪明 不得了 在第九章的二十二节 讲到胜过天下的万王 非常的好 在描述所罗门的时候 是完美的 所以也没有提到他的堕落 我们想到真正的那个荣耀的君王 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罗门 所罗门 他的儿子呢 就愚蠢了 他的儿子 要就位的时候 百姓来求他 说请你对我们放松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所罗门的时代 对百姓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虽然神也肯定他 但是要求很高 以至于百姓在他死了以后 就跟儿子讲 我们受不了了 请你对我们好一点 但是他的儿子不听啊 对国家就分裂了 北边的有十个支派 是耶罗伯安他统治的 南边的是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所统治的 耶罗伯安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圣经上有讲说 这个少年做事精明 所罗门让他做都工的工作 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上帝 他完全没有想到耶和华 他只有想到说 哇我在我的国家里面 也要有可以敬拜的对象 免得百姓跑到南国去 他为了自己的王位的稳固 他设立偶像 的确就是把以色列人心抓住了 比较少人跑到南国去 敬拜耶和华 但是代价是什么 北国比南国强大 北国比南国有武力有智慧 但是北国惹上帝非常大的怒气 因为他们就是公然的拜金有毒 好那罗伯安的事情 我们也不去详细解释了 他也有智慧的地方 也有愚蠢的地方 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亚比亚做犹太人的王 那个时候 犹太人跟以色列也就争战 好 当所罗门死了以后 国分裂成两个国 北国叫以色列 南国叫犹大 南国是比较正统的 是大卫的子孙 他们有耶路撒冷 那么 两国的关系 在分裂以后 就很多的征战 罗伯安 耶罗伯安有不和的地方 他们的子孙也有不和的地方 我们现在继续讲到说 南国的好王 亚撒在第十五章里面有讲 先知对王讲 对以色列人讲 你们如果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如果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一定离弃你们 你们不信真神 没有训悔的祭司 没有律法 已经很久了 这个比较好的军王起来 把所有的偶像都除去了 然后 带领大家敬拜上帝 但是你在南国犹大看到的情形 就是这样 总是除不掉偶像 外在的除掉 怎么一下又出来了 除掉了一下又出来了 另外在十六章讲到 以色列王八杀攻击犹大 然后 犹大王也是求助于亚兰王 不是很讨主的喜悦 下面就是约沙法他做王了 约沙法做王呢 强盛 丰富 他是国家分裂以后 南国出现的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很寻求耶和华 不寻求巴黎 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 约沙法就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 就是他到北国去 让两国交好 他大胆地去了 甚至他跟北国的君王 那个时候是亚哈结亲 这是在历代之下第十八章 他不但跟亚哈结亲 还结盟了 我们一起去打我们的共同敌人 这是以色列王亚哈说 你肯不肯跟我一起去攻打激烈的拉木 约沙法的回答你看 你我不分彼此 他们仇视敌对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居然就说你我不分彼此 你的名我的名都是一样的 我会去征战 各位约沙法这件事情 后来他回去 先知是责备他的 我们看那十九章第一节 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 到了宫里去了 先见哈拉尼的儿子耶护出来迎接约沙法 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 寻求神 约沙法做了这样的事情 先知责备他 为什么 因为北国不可以跟他和好 尤其不可以跟他的信仰沾到边 你怎么可以去帮他呢 亚哈是一个惹上帝愤怒的人 众人看都是一件好事 南北合了嘛 不打仗了嘛 但是先知说你这样做的不对 因为你不应该跟恶人联手的 这是约沙法被责备的地方 约沙法跟亚哈联合打亚兰国 联合跟亚兰作战 结果是失败了 那中间有那个弥赶亚的事件 我们也不去提他了 就是约沙法其实知道 跟亚哈在一起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们最后要去 一起联合出战的时候 约沙法有问亚哈 这里有没有约沙法的先知 我们可以问一问 约沙法有点明知故犯 所以他回去是被责备了 不过总的来讲 他还是一个好王 第二十章 约沙法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外国的联军来攻打犹大 摩亚人 亚门人 米乌尼人 那么约沙法害怕 他就全国禁食祷告 这个全国禁食祷告 约沙法采取的那个战略 也很特别 历代自下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节 约沙法既以名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 送赞约沙法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 说当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的词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 吉沙那来攻击犹大人的 亚门人 摩亚人 汐尔三人 他们正在唱的时候 耶和华就击打仇敌 那么约沙法他们就大胜 得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在这件事上 不讨主的许友 就是他不是跟亚哈结盟吗 现在亚哈死了 他又跟亚哈的儿子结盟 第二十章的三十五节 他跟亚哈结盟 那么结果神败坏了这件事情 约沙法也死了 那么他的儿子呢 就约兰不是一个好王 就也继续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了 那个约兰他被非力士人攻击 在历代之下二十一章十七节 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 就是亚哈谢以外 没有留下一个儿子 那么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 接续他做王 他母亲是亚他利亚 是案例的孙女 这你看就是 两边结亲对南国多么的不好 然后 亚哈谢死了 去见北国以色列王约兰的时候被杀了 二十二章十节 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 见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 但王的女儿约士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那么这个小孩藏在上帝的殿里 六年 好 祭司 耶和耶大 他就跟全国反对着亚他利亚的人 结合在一起 召聚他们来 进到耶和华的殿里去 然后呢 在政变的那一天呢 不准他们回去 在二十三章八节 立位人 犹大众人都照着祭司 耶和耶大 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代所管安息日 进班出班的人来 耶和耶大不准他们下班 因为那天要政变了 然后把上帝殿里面的那些武器 交给百夫长 交给众民 就在弹劾殿那边 这个时候领王子出来了 小王子 大家就喊万岁 亚他利亚听到这个声音 他进到圣殿说 反了反了 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反贼 后来他就被杀了 耶和耶大就跟王一起 礼约要做耶和华的名 这个小王子 约阿师 现在成为王了 二十四章第四节 这个王 他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殿终于被修好了 那么殿是被修好了 可是呢 耶和耶大受终了 耶和耶大死了以后 犹大的众领袖 还有王就离弃耶和华了 这个 后来耶和耶大的儿子 沙加利亚呢 可以说是被王杀掉的 众民同心谋害沙加利亚 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用石头打死他 二十四章第二十二节 这样 约阿师不想念 撒加利亚父亲 耶和耶大 向自己所施的恩 杀了他的儿子 撒加利亚死了 这是 王当然做的不对了 约阿师王自己也死得很惨 再下面就是亚马歇作王 那么亚马歇作王 这也不是一个好王 我们也不去多讲他了 后来二十六章 有乌西亚做犹大的王 这个犹大的王 乌西亚王 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 记得那句话吗 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以赛亚看到了异象 蒙召的异象 这乌西亚王很不错 在二十六章第九节 讲到他的强大 那么第十节讲到 他喜欢农事 强大又工作 是一个好的王 可是你看 二十六章十六节 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斜僻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他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烧香 祭司说不可以烧香 是亚伦子孙做的事 你赶快出去你犯罪了 乌西亚就发怒 还是要强行烧香 就突然他的额上长出大麻疯了 乌西亚就一生都住在别的宫里 因为这是污秽的 下面是约坦作王 然后亚哈斯作王 亚哈斯这个王也不是好王 各位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 亚哈斯就跟以赛亚书打过好几次交道 他的生平里有一句话 我们可以注意 就是二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得罪耶和华 越急难越去找别的神 这是很可惜的 这么不好的王 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儿子 圣经上没有讲 他的儿子西西家 是怎么认识上帝的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希望有个好的环境 我们希望有好老师 好牧者 好辅导等等 教导自己 教导自己的儿女 这都是好的 但是关于最重要 你生命的事 你要自求多福 知求多福 当然不是自己靠自己 它是靠着神 但是 你自己一定要寻求神 西西家就是 他就是爱主 你也可以看到 他洁净圣殿 这个圣殿里面 非常多的偶像 污秽 然后在第三十章 他守玉岳节 而且这是一个 很久没有人守的玉岳节 大家慌慌喜喜的守玉岳节 那么也除偶像 第三十一章 可是有这么多虔诚的事 做了这么多 淘族喜悦的事 三十二章说 西拿基利来攻打他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指望说 我们做了这么多 淘族喜悦的事 神就赐福 结果神居然还让 亚述王来攻打西西家 攻打西西家 毁谤西西家 那么神奇奇事 在一个晚上 就是杀了很多亚述的军队 亚述的王就逃回去了 然后西西家又有一件事情 就是他病得要死 神医治了他 给了他一个兆头 西西家在不好的环境中 学习亲近上帝 西西家洁净圣殿 西西家带领大家守玉岳节 后来亚述王来攻打他 神又带领他得胜 西西家病得要死 神又医治他 西西家就犯了一个错误 西西家犯的错误 在历代字写得非常简单 三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说巴比伦王猜遣使者 来见西西家 这个是上帝离开他的 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是如何的 各位还记得所罗门吗 所罗门也把 他的一切的丰富 给士巴女王看了个清清楚楚 西西家也把他家里的东西 给巴比伦的使臣看得清清楚楚 巴比伦使臣看了以后 报告给他的王 我们可以打 他们不强大 我们可以打 西西家让人看到许多他的财富 却没有让人看到 耶和华的大脑 所罗门让人看到许多他的财富 特别是士巴女王 看到他的一切智慧来自耶和华 各位 让人看到主在你身上的工作 不要让人看到你自己的工作 你自己的都不会是真实的 西西家死了以后 他的一个儿子 马拿西做王 马拿西不是好王 甚至是非常坏的王 但是马拿西是善终的 就是他最后悔改了 在急难中悔改了 神赦免了他 他归向了上帝 这个在33章12节以后讲到 他祈祷耶和华 耶和华听他的祷告 这是很棒的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约西亚王 马拿西死了以后 做王的是亚门 那么这个亚门不是一个好王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也是在那种孤单的环境中 寻求上帝 然后把偶像除掉 修理圣殿 他们在修圣殿的时候 得到了律法书 他撕裂衣服 知道自己和百姓都有罪了 大大得罪上帝 但是他就跟神立约 手欲也结 很可惜他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 最后死的方式跟雅哈差不多 就是他要去跟埃及王作战 埃及王是一个异教徒 埃及王说我来是有上帝的美意 你不要跟我作战 结果约西亚不听 就跟他作战就死了 大家都纪念他 为他唱哀歌 纪念 约西亚成为一个以色列的规定要做的事情 这以后 犹大就是已经是古日经兆了 有约哈斯做王 约亚敬做王 西底加做王 这些都 就最后国是亡掉了 国亡掉了以后 三十六章十七节以后就讲到说 迦勒底人 就是巴比伦人来攻击他们 他们毁掉了 所有圣殿的东西也被拿走了 可是你要知道 历代志是高举上帝 当然整个圣经都高举上帝 上帝的国 上帝的子民 怎么就是亡国结束了呢 他的写法很有意思 历代志的结束是 即便以色列都亡了 神还是做王 神怎么做王呢 三十六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叫波斯王古列说 不仅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 神嘱咐我为他建造殿余 就是历代志的神学是非常棒的 我们承认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还是样样都有 因为上帝在掌管 就历代志是信仰很深刻的一卷书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好 我们祷告 天父求主怜悯恩待 求主帮助能够领受 能够懂得 让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的奇妙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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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